如何用手機來控制白光LED 首先先把燈 在電源接上 然後它就開始閃了 這是開機顯示模式 就是Flash Mode X 你可以把它關掉 按最旁邊這個鍵 它會切到Wi-Fi Mode 然後它會去找Wi-Fi分享器 如果找得到的話 它的IP位置就會出現在螢幕上 它現在出現了 192.168.0.116 這時候把手機放進來 手機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你就要修改成.116 把它的IP位置 改成.16 然後LINK 如果LINK成功的話 你看它這個地方變綠色 IP位置就變綠色 它上面顯示WLED 好 那現在是LINK的成功 LINK的成功你就可以用它下面的三支拉霸 來控制它的亮度 可是下面 第二跟第三支拉霸是沒有用的 它只能調背景色 它只有第一支拉霸 因為它只有一個顏色 好 它就亮 現在是23% 耗電是192-93mm 那會顯示在這一行 那會顯示在這一行 現在的話是48% 大概是耗電是440-50mm左右 所以非常容易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亮度 你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它有內建9種 Flash Mode顯示模式 你可以一種一種看 第一種 第一種是這個樣子 第四種 第四種是怎麼樣 它會變來變去 不同的亮度閃爍 如果你嫌它的速度 太慢了 那你可以去更改它的speed Flash的speed的更改 用這個拉霸 你把它快一點 它就很快 是不是很快 你也可以讓它變慢 它現在又變慢了 所以非常容易用 如果你要離開 記得一定要STOP 把它關掉 然後按On Link 這樣下一次你要Link 才有辦法在Link上 好 就這樣 簡單